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哈啰 小朋友好 Uncle Panda 又要來讀故事了 昨天Uncle Panda 沒有 進行讀故事的直播 是因為 Uncle Panda 的 我的女兒昨天生病了 所以Uncle Fonda主要為了要照顧我的女兒 所以我就沒有進行直播 那今天Uncle Fonda又可以來進行讀故事了 現在正在下雨 下雨天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還好我們在Fonda和Fonda巨場裡面 這故事不會受到影響 OK 今天要讀兩個故事給小朋友聽 這兩個故事都是Uncle Fonda很喜歡的繪本 第一本叫做 猜猜我有我愛你 我在猜很多小朋友可能都讀過這個故事 自己聽過這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叫做 我不知道我是誰 這兩個故事都是Uncle Fonda最喜歡讀給小朋友聽的故事 一本叫做 我不知道我是誰 另外一本叫做 猜猜我是誰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故事的主角好像都是同一種動物 你有猜到嗎 你有看到嗎 他們都是兔子 答對了 Uncle Fonda的小女兒啊 她就是屬兔子的 所以Uncle Fonda特別喜歡讀這兩本故事給我的小女兒聽 也就是昨天生病的那個小女兒 那就開始囉 今天我要先讀哪一個故事好呢 先讀 我不知道我是誰好了 因為猜猜我有讀完你這個故事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感動 怕我讀完這個故事之後可能會流眼淚 所以我先來讀 我不知道我是誰 他的作者是英外國人叫做喬恩·布萊特 我不知道我是誰 打力 B 不知道自己是誰 呃 我是一隻猴子嗎 他說 我是一隻五尾熊嗎 我是一隻蠔豬嗎 達利賓不知道自己應該住在哪裡 我應該住在山洞裡嗎? 他說 我應該住在鳥巢裡面嗎? 我應該住在蜘蛛網上嗎? 達利賓不知道自己該吃什麼? 我應該吃魚嗎? 我應該吃馬鈴薯嗎? 我應該吃蟲子嗎? 達利賓 達利賓不知道自己的腳為什麼那麼大? 是用來滑水的嗎? 是用來給老鼠做的嗎? 是用來遮雨的嗎? 達利賓看見鳥住在樹上 他決定自己也要住在樹上 達利賓看見松鼠在吃巷子 他就決定自己也要來吃蒸果 但他還是不知道自己的腳為什麼那麼大 有一天 樹旅裡的褲子們都慌慌張張的 他們跑到達利賓的樹下 你得趕緊下來 你得趕緊下來 達利賓 他們大喊 傑斯蒂丁來了 傑斯蒂丁是誰? 達利賓問 褲子們急得每一工夫回答 他們在草地上四下散開 消失的 消失在地洞裡嗎? 達利賓待在他的樹上 又啃了一顆蒸果 還在捉摸著他的大腳 傑斯蒂丁慢慢地 他穿出了灌木叢 他的牙齒像碎玻璃一樣鋒利 他的眼睛像跳蚤一樣明活 傑斯蒂在地洞旁轉來轉去 可是一隻兔子也沒見到 傑斯蒂在地洞裡 傑斯蒂往上帶 傑斯蒂往上帶 傑斯蒂跟他揮而揮手 傑斯蒂開始爬樹 傑斯蒂開始爬樹 其他的褲子都看出鼻子 渾身發抖 你好 傑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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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斯蒂大招呼 你你是一隻掛魔 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無 是一隻鴨嘴獸嗎? 嗯嗯 植西滴越爬越近 噢,我的朋友 喊低聲說 我是黃鼠王 噢,你住在池棚裡嗎? 嗯嗯 你住在水壩上嗎? 嗯嗯 嗯嗯 你住在狗窩裡嗎? 嗯嗯嗯 植西滴爬得更近了 噢,我的朋友 喊低聲 也發出酥酥的聲音 我住在樹林裡 最黑暗的角落 嗯 你吃 高麗菜嗎? 大力低音 嗯嗯 嗯,你吃 昆蟲嗎? 嗯嗯 嗯嗯 你吃水果嗎? 嗯嗯 嗯 植西滴爬到了 大力低的身旁 噢,我的朋友 他用刺耳的聲音說 我吃兔子 像你一樣的兔子 大力低的 大力低非常吃驚 噢,我是 兔子 他結結巴巴的水 絕西滴 點點頭 甜甜嘴唇 然後 一跳 大力低想都沒想 他像閃電一樣轉過身 用他的超級大腳使勁力踢 傑西滴 飛過天空 遠遠的 遠遠的 從哪來 又回到哪去了 其他的兔子們 跳啊 歡呼啊 還互相擁抱 你是一個英雄 大力低 他們大喊著 嗯 真奇怪 大力低說 我 我好以為 我 我是一隻兔子了 我不知道 我是誰 小朋友聽完了這個故事 你覺得 達力低 到底知不知道 他是誰啊 這個故事很好玩 呃 小朋友如果 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的話 可以請爸爸媽媽 找到這本書 然後念給你聽 或者 可以來到 Pigat Panda Cafe的 Pigat Panda 劇場 Panda Panda 會讀故事給小朋友聽喔 好了 讀來的第一本 我不知道是誰 接下來 來讀第二本 猜猜猜 猜猜我有多愛 猜猜我有多愛 我相信每個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都很愛他們的小朋友 小朋友也知道 你的爸爸媽媽都很愛你 我們要開始來讀 猜猜我有多愛 猜猜我有多愛 小兔子該上床睡覺咯 可是 他緊緊的抓住 大兔子的長耳朵不放 他要大兔子好好聽他說 猜猜我有多愛你 他說 大兔子說 這我可猜不出來 小兔子說 這麼多 他把手 手臂張開 開得不能再開 大兔子的水屁 要長得多 他說 我愛你有這麼多 嗯 這真是很多啊 小兔子說 小兔子說 我的手舉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愛你 小兔子想 大兔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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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舉得有多高 大兔子說 小兔子想 小兔子想 這可真高啊 我要是 有那麼長的手臂 就好了 小兔子又有了一個好主意 他倒一起來 把腳撐在樹幹上 樹幹上 我愛你 我愛你 直到我的腳趾頭 他說 大兔子 把小兔子放起來 甩過自己的頭頂 我愛你 一直到 我的腳趾頭 哇 小兔子笑著跳上跳下的說 我跳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愛你 大兔子也笑著跳起來 嗯 我跳得有多高 我就有多愛你 他跳得這麼高 耳朵啊 都碰到樹枝了 小兔子想 哦 這真是跳得太棒了 嗯 我要是 跳得這麼高 就好咯 小兔子喊著 我愛你 像 從這條小路 一直到小河 那麼遠 大兔子說 我愛你 遠到 繞過小河 再越翻過山丘 哦 小兔子想 這可真遠啊 他太困了 想不出更多的東西來了 想不出更多的東西來了 他望著斷木叢 那邊的夜空 沒有什麼 比黑沉沉的天空更遠了吧 小兔子說 我愛你 我愛你 一直到 月亮那裡 他一說完 小兔子 閉上了眼睛 哦 這真是很遠啊 大兔子說 非常非常的遠 非常非常的遠 大兔子 大兔子 把小兔子 放到用葉子 鋪成的床上 大兔子 他閉下頭來 心了心 小兔子 被他說 晚安 然後 他躺在小兔子的身邊 微笑著 輕聲地說 我愛你 直到 月亮那裡 再從 月亮那裡 回到這裏 猜猜我有多愛你 這個故事是 康達叔叔 最喜歡在 小朋友睡覺前的時候 念回小朋友聽那個故事 通常啊 聽完了這個故事之後 小朋友 通常就會很快地睡著 猜猜我有多愛你 小朋友 可以去猜猜看爸爸媽媽 有多愛你喔 今天 Uncle Panda 讀了兩本故事書給小朋友聽 一本是 我不知道 我是誰 小朋友達利斌 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誰 猜猜我有多愛你 希望小朋友在晚上睡覺前 可以聽聽看這個故事 猜猜爸爸媽媽有多愛你 聽完這個故事 你就可以很開心地睡著咯 這兩本書在 皮卡康達咖啡都有 小朋友如果沒有來得及 聽到今天的直播 可以到 皮卡康達咖啡 可以讓 Uncle Panda 讀給你聽 也可以讓 讓爸爸媽媽 來到皮卡康達咖啡 讀給小朋友聽 OK 今天的 Uncle Panda 讀事時間 在這邊結束咯 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是 禮拜起 明天是禮拜五 Uncle Panda 三點半 會在皮卡康達劇場 念故事給小朋友聽 當然 如果你要來到 皮卡康達咖啡 在Uncle Panda 的面前 我讀給你聽 讀完以後 你還可以用 皮卡康達咖啡的 白色盒子 塗上顏色 畫上今天 聽到的故事 那你聽到的故事 會更完整 更有價值 OK Uncle Panda 要跟你說 再見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